我们的观众来自家旗关的消息 台湾顶上陆子峰的台湾人 登山快捷李小时所在会顶 以宿舍带来陶级来过往 在登山前亲手手下下的生死状 在两年后有东西登山的向导 亲自赏来到破旧的处来 收家旗市为胜局政局长吕汉月代表嘉祖来接下 派胡妈做行上 判定陆子峰的台湾顶山快捷李小族 在今年5月17号暗时高点成功订队 因为第一位登山陆子峰的台湾人 可笑是落山的时候 李小族因为带来后悔李贵心 对处郭山相当标示 在李小族判定陆子峰进行 也在尼泊尔第三公司签下生死状 李这份生死状是由李小族签出义书法属下 我会到李小族签进行 我才嚇了一跳 原來小辰是在要出發之前 在家裡就寫好的 那因為平常我都上班 所以這些應該都是我在上班的時候 他自己在工作室寫好的 可是大概怕我擔心 怕我掛念吧 他從來沒有跟我提過這件事情 沒有跟我提過說 他是這麼正式的寫好帶過去的 所以當時要去爬這些 我想從寫母峰這邊 後來馬那士路幹成參加 跟這一次的洛哲峰 他的心態應該就是一定的 不成功變成人 他就是一定要完成 一定要完成他的心願 爬八千公尺 把14歲八千公尺 如果能夠順利完成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他就是要這樣子留在山上 加基斯衛生教卿副教長陸倩家表現 在李宗舟過世兩千年的當時 第三公司高山上都來台錄行 特別將李宗舟親下的生意中 送行賀家秀 也賀家秀比甘願親和感謝 當時也充滿武漢的思念 李宗舟的嫁後喝清清雅基醇 李宗舟可以當米露出風 這是他的酸點也是他的夢想 李宗舟就因爲留在我們人的心中 最近顯博恩中來行破珠奇 彩虹波登